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的居民非常刚强难调 很多比丘去讲经说法都被他们赶出来 大师会的佛陀就叫穆建仁尊者说 穆建仁尊者你去 穆建仁尊者一去他都没有显神通 他就到了一个村庄的时候 所有人都出来欢迎他 看到他起大欢喜 那么穆建仁尊者为他们说法 他们就受上规五戒 佛陀就很奇怪了 穆建仁尊者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这么众生起大欢喜 佛陀说穆建仁尊者过去生 他曾去做一个容夫 他的容夫到山上砍柴的时候 他惊动了一个蜂窝 那个蜜蜂非常生气 就飞出来 穆建仁尊者那个时候 在做容夫的时候 他起一个扇压 他说你们不要伤害我 我来生有成就一定报答你们 这个众生也可以跟我们感应 他果然没有伤害穆建仁尊者 那么也就是穆建仁尊者发了一个善愿 他跟这些蜜蜂结了一个善言 结果这一封蜜蜂 经过多生多节的转世 他就变成这个村庄的荣民 结果看到穆建仁尊者 就非常欢喜 谢谢大家